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扭曲滤镜 扭曲滤镜它可以使我们的图像产生不同的扭曲效果 例如在左图中的水波 以及我们右图中的星球的这种感觉 那么在这两个案例中都使用到了我们的扭曲滤镜 接下来我们先通过第一个案例来去学习一下扭曲滤镜的使用 我们打开PS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案例中所使用的一些素材 那么第一张素材的话是个水面的素材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产品 第三张是个小水珠 第四张的话我们主要用到的是它的天空 第五张也是各种小水珠 那我们就先从背景开始制作 我们先把背景部分处理好 背景这里的话我们先将这个图片拖拽过来 放出加T 把它呢进行一次放大 好那么放大之后 为这个图层添加蒙版 使用画笔工具 眼景色呢我选择纯黑色 将画笔呢稍微放大一点 在这个上面给它进行涂抹 把下面给它擦掉 好那么擦到这个区域之后 我们可以将不透明度呢 再进行一次降低 然后再把边上的这个位置啊 稍微的擦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背景的这个制作 背景做好之后呢 我们将这个产品图拖拽过来 拽过来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我们先将这个素材呢 给它转成智能对象 再Ctrl加T 稍微的放大一点 再大一点点 好大概这么大就可以了啊 双击确定 确定好之后呢 我们来为这个产品啊 做一个水下的倒影 我们选中它 按住out键加shift键 进行一个复制 然后再Ctrl加T 右键选择垂直翻转 放大我们的画面 移动一下位置 再放大一些 装机确定 那么确定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呢 在两侧的这个地方 如果对不上去啊 对不上去的话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解决 Ctrl加T 再点击上方的变形模式 点一下 把我们两边 走动啊 给它往上面 跳起来 好那么跳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按回车 将这个图层的顺序 移动到下方 再稍微移动一下位置 最后呢 降低它的透明度 这样就完成了 水下投影的这个制作 那这是一种方式啊 我们直接复制一个 降低 它的这个不透明度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啊 就可以了 那么第二种风格呢 就是说我们为这个投影啊 添加一些不同的扭曲 因为我们这里是个水面吧 对吧 我们一个产品 如果说真的是在一个水面上的话呢 那么它下面的影子 肯定会发生一些扭曲啊 而这个扭曲呢 我们可能会想到 是不是就可以用我们的 扭曲中的滤镜 那么在扭曲中 我们看一下这个波纹 点击波纹 这样拨完之后呢 这个里面滤镜在调整的时候啊 这个位置它不会发生变化 就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在这个里面去找到 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这个缩小 先把视图先缩小一下 这样就能找到我们这个东西 找到之后呢 我们稍微放大一下 会发现呢 它上面这个字 已经产生了一些这种扭曲 你可以鼠标左键点一下 是圆图 松手 是效果图 通过修改不同的数量啊 去调整它的一个 扭曲的一个程度就可以 你可以稍微调一下 包括呢 像下方的还有什么小中大 都是去影响它的一个扭曲的 这么一个造型 一个强度 我们这边选择中啊 选择中就可以了 变好之后呢 点击确定 好 点好确定之后 它已经产生了一些这种波纹的感觉 但是不是不太明显 对吧 有点不太明显啊 所以说我接下来呢 要为这个效果啊 再进一步的啊 去把它扭曲变得更加多一点点啊 现在这个效果呢 是有 但是扭曲并不是很多 好 那我们要记住其他的工具了 记住哪个工具呢 我们来看到啊 在工具栏中 这里 叫涂抹工具 涂抹工具的话呢 就可以将图像啊 给它涂出来 但是它有个使用的一个要求 我们的涂层啊 不能是智能对象 智能对象不可以使用涂抹 所以说我们就先把这个涂层的右键 找到三格化涂层 三格化之后 我们就可以使用涂抹工具 涂抹工具在使用时 我们需要看一下上方的强度 那么目前的强度呢 是50% 如果说你改成百分百 那我们鼠标左键一点 你发现这个涂抹的速度非常快啊 很难去控制 那因此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地方的这个强度啊 稍微降低一点 那我降到40% 降到40%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给它这样拖出去 对啊 走动的方式呢 我们让它发生一些这个变形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拖拽的话呢 我们要花点时间啊 要慢慢的去拖啊 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去着急 要多花点时间 给它进行涂抹 下面也是 多去涂一点 那有的地方长一点 那有的地方呢 就短一点就好 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规律性 往里面收一点 然后再继续调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花费更多的时间啊 去给它进行一个涂抹的操作 这边再涂一下啊 下面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管了啊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是要用蒙板给它擦掉的 所以这里就不用管 我们只要把上面这里 稍微的擦一点点效果就可以 那么擦好之后 我们呢 为这个涂层 添加蒙板 把下面这里给它擦掉啊 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 渐变工具中的黑白渐变 选中黑白渐变之后 按住shift键啊 画一个黑白渐变 这样就把下方给它擦出来 我们呢 可以多次尝试 直到一个满意的结果为止 我觉得这个就还可以 然后百分百看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是将下方的这个影子啊 扭曲的这种感觉呢 就做出来了 好 那做出来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产品和水面相交接的这个位置 它应该有什么 应该有个那个水波的感觉 所以说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做一下水波啊 点击文件 新建 我们新建一个正方形的文档 比如说我这里以800乘以800为例 你1000乘1000也可以啊 那只要是个正方形就行 颜色模式 改成RGB颜色 这里提醒大家一点啊 有的时候呢 PS呢会莫名其妙啊 自己换成灰度 导致呢 我们建好的这个文档中 不存在彩色 所以大家在创建文档时 一定要认真的去检查一下啊 点击RGB 点击创建 那么点好之后呢 我们为当前这个画面呢 填充纯黑色 耗次键加底下键啊 填充纯黑色 填充好之后 点击滤镜 找到一个我们的渲染 渲染的话呢 之前我们没有用过 但是渲染系列呢 它主要就是为我们当前的画面 给它增添一些新的内容 比如说像这个叫镜头光晕 就是我们做水波会用的一个东西 点击镜头光晕 点击好之后呢 镜头光晕就是为我们的画面 增添一些这种光源 而且还可以移动它的位置 我们呢将这个光源呢 放在大约中间的位置啊 这个不用特别准确 大概中间就可以 亮度的话呢 就稍微啊 大概这么亮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要确定之后 我们再次点开滤镜 找到滤镜库 滤镜库的话呢 也是我们第一次去打开啊 实际上呢 这个滤镜库里面 它的意思就在于 也很像是我们手机里APP的这个滤镜 是吧 它里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命令 那么每一个命令呢 都可以实现一些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呢 是玻璃的感觉 这是海洋玻璃 这是什么 烟灰墨 是吧 还有一项成角的线条 探比效果 网状效果 各种各样非常多 那么纹理里面 还有像马赛克呀 纹理画呀 像这些东西等等啊 特别多 那么我们做水波的话呢 在里面使用的是 素描 这个文件夹中的 一个叫 葛黄渐变 这叫葛黄渐变 点击葛黄渐变之后 你这里的参数 你甚至都不用动 默认即可 点击确定 好 那变成这种结构之后 我们再次点击滤镜 扭曲 在扭曲系列中 找到水波的这个扭曲啊 点击水波 点完水波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这里移动参数时 你会发现 那个水波的感觉 它就出来了 好 出来之后呢 样式里面 你可以呢 看一下啊 这是围绕中心 这是从中心向外 这个呢 是水池波纹效果 我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 去调整就行 点击确定 那么把它做好之后 我们再将这张图片呢 拖入过来 放到这里 好 接下来怎么做呢 Ctrl加T 我们将它的大小呢 先稍微的放大一点 放大之后 它是不是要做出一种 透视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要按住三键 点击这个小点啊 给它往里面收 然后再把这个 往下面压 再按住三键 把它往外面扯 你要保证呢 这个图片的透视 跟我们水面这个透视呢 看似差不多啊 就可以了 再往下 这样压一压 这里呢 再往这里 拓展一下 好 那么提好之后 来双击确定 把它摆放到这个区域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 去除黑色 保留白色 那用到什么混合模式 那用到什么混合模式 那就是绿色 对吧 选择绿色模式 这样绿色模式之后呢 我们再微调一下 它的位置啊 可以图层的摆放顺序 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个位置 然后以后呢 我们可以继续为它呢 去添加蒙板 然后使用画笔工具 将周边的这个区域呢 我们再适当的去擦除一些 让它过度感呢 会变得更好一些啊 是个意思 稍微擦一擦 我们再调整一下图层的顺序 那么对于这个水波来讲的话呢 你也可以尝试给它再次进行一次复制 然后Ctrl加T 我们把这一层呢 给它往里面锁一下 就做两份啊 两份 这样的话里面的层次呢 会更多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复制它的一个原因 就这样就加好了啊 那么加好之后 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一个进度啊 那么当前的话呢 我们是把产品放进来 以及呢 做了一下水下的一个影子 然后呢 把我们的一个水波的这种感觉 给它做了出来 这是我们这一环节的一个进度 都会的一个智能 就是用它调整地的一个智能 所以我们将来来智能 是什么柄的那种 然后呢 就订了它